國民黨不要犯何事 為什麼國民黨不要犯何事 為什麼國民黨不要犯何事 不滿會議進行不按程序 老伯伯怒火中燒 一股腦衝上主席台拍桌 國民黨不要犯何事 日本福島核災食品是否進口 一場公聽會彷彿變成抗議大會 從入場限制標題預設開放立場 甚至連132頁的說明書 都在短短三天內才公布 來因指控政府的蓄意護航 讓人忍無可忍 如果要公聽會 應該要清楚的表達 沒有基平平常 如果大家都不支持 就應該不開放 這才是公聽會的利益 好龍兵登高一呼 民眾不滿的情緒再度爆發 市場會議中斷 此次來因從副主席 立委 蔣萬安 李研秀 陳一鳴 王玉銘等人 到市議員大陣上盯場 他們今天取巧 把題目做大小足復標 再來一個就是說 你既然是公聽會 你要在程序 多久以前告訴大家 我們要開這樣的會議 公告時間跟地點 讓想要知道的民眾 想要聽的民眾 可以到現場 事實上他們都沒有按照這個程序 讓大家很多人 各位可以看到樓下 有幾百個民眾都上不來 可是後面空了兩三百個位置 就怕流於行事的公聽會 成為政府引進核災食品的說服大會 就連日本籍的留學生 對於台灣人民為了食安健康的發聲 也表態支持 像在大陸進口的食品 有燒蟲劑的時候 還是反應這麼大 所以可以理解台灣民眾的心情 從命題流程到設計 鷹派政府難掩支持 進口核災食品的立場 再也立委背負民意 要替人民精進把關 新的新聞想張宇軒 SNG小組新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